1975年,蒋介石即将离开人世,在临终前他还念念不忘的有三个人,他表示,其中有一人让他钦佩至极,有两人却让他十分忌惮,那么,他们都是谁,又做了什么,让蒋介石临终也无法忘怀。 本期为大家讲述,蒋介石念念不忘的三个人背后的故事。 首先,蒋介石一生最钦佩的人便是周总理,两人相识于黄浦军校时期,1924年,黄浦军校成立,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校长,身为校长的蒋介石为了壮大黄浦的实力,需要找到一位有才干的人担任军校教官。 而当时国共第一次合作才刚刚开始,两党合作正处于蜜月期,蒋介石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刚刚留学归来的周总理,于是在中央批准后,周总理来到了黄浦军校担任教官兼政治部主任,从此两人便有了共事的机会,交集渐渐多了起来。 周总理在黄浦时很配合蒋介石的工作,只要在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情,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。 他狠抓学生们的思想政治教育,并且将各种新兴理念注入到日常的教学工作中,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深受蒋介石的赏识。 此后,两人逐渐熟络了起来,他们往后二十余年的恩怨也就此展开。 在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时,蒋介石找到了周总理,邀请他和自己一同参加北伐战争,但是周总理以一切行动都要听从中央指挥为由婉拒了邀请,这也让蒋介石对他产生了偏见。 到了第二年,蒋介石就背叛了革命,开始对民主人士痛下杀手,国共第一次合作就此破裂,而他也和周总理彻底分道扬镳。 时间来到1936年,为了促成国共联手抗日,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了武装起义,扣押了蒋介石。 在此危急时刻,周总理补给前嫌,受命为中央谈判代表,来到了西安进行谈判,最终和平地解决了此次事变。 事后,面对周总理的一片赤诚之心,蒋介石激动地握住了周总理的双手,并感慨道,想不到一别数年,你还是在黄浦军校时的样子。 但是最让蒋介石敬佩周总理的两件事发生在建国后,蒋介石在退居宝岛后,因挂念远在大陆的旧母,便写信委托周总理帮忙照顾,接到信后的周总理力排众议将蒋介石的旧母送到了宝岛。 不仅如此,建国后不久,蒋介石的祖坟被愤怒的民众给毁坏了,周总理知道后,亲自下令并出资对其重修。 由此一来,蒋介石对周总理更是感激,称赞他是国内最有人情味的同志,而这也是蒋介石敬佩周总理的真正原因。 但除了周总理这么一位可敬之人外,蒋介石心头还压着两位可怕之人。 老蒋害怕的第一个人,名叫邓衍达。 在一次宴会上,有人不经意地问蒋介石,谁最有可能担任下一代国民党领导人。 他摇摇头,然后哈哈大笑地说道,这个能代替我的人已经被我除掉了。 他口中这个令他感到忌惮,从而被除掉之人,便是邓衍达。 邓衍达和蒋介石一样,从1912年辛亥革命之初,就开始追随孙中山,深受孙中山的信任。 担任国民党内多项重要职位,也是蒋介石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。 黄埔军校建立后,邓衍达凭借极高的威望,被推选为教育长。 但因为其与蒋介石的政治理念不同,两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很恶劣。 此后,邓衍达参加了北伐战争,立下汉马功劳,并且在1927年受国民党内部推举,担任参谋长一职。 但是在蒋介石发动政变背叛革命后,二人多年的矛盾终于爆发。 蒋介石开始处处排挤邓衍达。 邓衍达也不甘示弱,号召民主人士一同反抗蒋介石,并和宋庆龄联合发表了反对军阀的宣言。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蒋介石的真面目,他甚至多次组织公开活动批判蒋介石的反动阴谋。 邓衍达的行为彻底惹恼了蒋介石,于是蒋介石便下令要抓捕他。 邓衍达的朋友们见状不忍看到他束手待毙,几次劝他离开上海。 但他心中有国家和革命,执意不走,为最后的起义做着准备。 但还没来得及发表起义宣言,邓衍达便被叛徒出卖,被捕入狱。 在邓衍达被关押期间,蒋介石多次派人劝说他放弃坚持政治主张,但都被他拒绝了。 他还明确表示,自己要坚决维护中华民族的正气,不仅如此,他还将自己仅剩的一点钱,全部给了监狱中的难友,鼓励他们不要放弃,反抗到底。 正是因为有不少人为邓衍达求情,蒋介石害怕他会威胁自己的地位,才下了杀他的决心。 仅仅三个月后,36岁的邓衍达便被蒋介石秘密处决了。 邓衍达是整个国民党中最敢公开反抗蒋介石的人,如果他没有被叛徒出卖,而是继续投身革命的话,整个东方大国现代史很有可能被改写。 邓衍达被蒋介石所忌惮的有理有据,那么,另一位是谁呢?他又有什么本事能让蒋介石更加惧怕呢? 这位让蒋介石感到畏惧的人,毫无疑问便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了。 自从1921年,毛主席领导工农武装开始,革命道路的不同,就使得二人注定了是敌人。 他们斗争了大半辈子,中间也有过合作,可以说是一敌一友。 双方之间的感情也十分复杂。 1924年1月20日,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大会,而这也是蒋介石与主席的第一次会面,由此开始了两人之间的传奇故事。 同毛主席有着类似的童年经历,蒋介石也将底层人民的辛酸放在心上, 但自从手握大权之后,一切就发生了变化,他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忠实拥护者,同自己的初心渐渐背离。 为了夺取领导权,蒋介石制造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。 面对蒋介石的狼子野心,毛主席狠狠地公开训斥了他的所作所为,并辞去了宣传部长之职,同他决裂。 从此,伟人和老蒋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,毛主席领导工农武装发动了秋收起义,之后转战各地建立革命根据地, 而蒋介石则指挥国民党军队开始对革命武装的围剿。 在毛主席的坚决指挥下,红死军四次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围剿,取得了一手胜多的辉煌战绩。 不久,红军开始了伟大的长征。 在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,毛主席通过奇迹般的战略决策, 四度赤水,把蒋介石耍得团团转,最终顺利到达了陕北。 等到两人再次见面,已经是1945年了。 抗日战争胜利后,蒋介石玩起了假和谈,时内战的把戏。 除了巧设鸿门宴,引毛主席到重庆会谈,还私下花20万通缉毛主席。 因为他料定毛主席不敢来重庆,打算把发动内战的罪名栽赃到毛主席头上。 就算毛主席来的话,也身处国民党大本营,凶多吉少。 然而,毛主席看透了蒋介石的把戏,接受了蒋介石的假意邀请,飞往了重庆。 在这次谈判中,蒋介石毫无诚意,而毛主席则清楚地说明了中共的原则和立场。 通过这次谈判,蒋介石改变了对毛主席的印象。 他还感叹道,连毛主席这么大的烟瘾,在谈判的这些日子里居然没有抽一根,这是多么可怕的自律啊。 于是,凭借着大无畏的心态和机敏的应对,毛主席赢得了人民群众广泛的呼声。 谈判结束后不久,蒋介石就撕毁协议,挑起了全面内战。 在1947年至1948年期间,毛主席同周总理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,在国民党胡宗万几十万大军的眼皮子底下,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。 在经历了辽审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后,1949年4月,解放军顺利渡江,彻底瓦解了国民党政府, 在最后一次参败于自己的老对手后,蒋介石只得退手保岛。 蒋介石在战略方面只能算是一个小白,基本是参谋们全权制定,他只负责点头摇头就行了。 恰恰相反,毛主席却是一位战略大师,他奉行战术上重视敌人,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做法。 大小战略亲自部署,同国民党多年的斗争也早让他摸清了蒋介石的弱点,成为蒋介石最大的克星。 而蒋介石惧怕的不只是毛主席作为军事家的头脑,还有他身为领袖出众的决策能力。 从毛主席34岁实际领导开始,之后的22年时间里,毛主席指挥、领导决策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,击溃了国民党共计800余万的军队。 如此雄才,也难怪老美把毛主席同孙子并称为中国两大军事家。 出于对主席的认可,西点军校还把论持久战定为必读书目。 而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,毛主席料事如神,将国民党戏弄于鼓掌之间,这怎能不令蒋介石惧怕? 蒋介石征战一生,是诡诈的政治人物,其离世之际倒也客观地说了几句真话,周总理的大意让他钦佩至极,邓眼达的公心让他自残行贿。 而毛主席的气魄让他黯然失色。